最近自媒体也不好做了 然后跟大姐找了一份工作 都在家附近 反正离家比较近 工资也不高 等会去上班了 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工作环境 那你去准备一下吧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先吃饱了 毕竟咱们干的是体力活 大姐你还要不要吃 我不要 我吃饱了 出发了 有点小冷 有点小冷 还有点小紧张吧 第一天上班 有我妈陪着 姐妹们 我们终于找到工作了 没有狗心动脚 哈哈哈哈哈哈 做工作还可以吧 在那里可以 可以找到里吧 摘完了 摘了一天 下午就摘了这么多 我妈摘的 这是大姐在的 嗯 压刀子 嗯 你的 大姐 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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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车吧 你回家 杜鹃花好好的 酸酸甜甜的 没毛病 婆婆 你要准备用这个刀来砍包菜呀 对呀 这个有点小 也是 反正可以吃就行 吃一顿呗 是吧 好 走 婆婆 你要做手师包菜 对呀 我试好了 你爸爸做这个 好 你爸爸炒菜比我好吃 是吧 来饭了 来饭了 看一下吧 看这鱼豆腐 这个咸鱼 这个腊肉 还有菜 你爸爸在 你爸爸还在炒包菜 刀子 大姐你觉得这工作怎么样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他是多少钱一天是吗 好像 120一天 说是这样说 这工作还挺稳定的 一天一饱 一个月 多少钱 只做一天 哦 我还要在担心吗 我工作有点辛苦感觉 工作有点辛苦 多吃一点啊 嗯 好